嗨大家好我是一廷 呃對我剛洗完澡 我把日式吃的 然後這邊是我的房間 那這禮拜要來做一個開箱影片 就是這一台Canon的EOS M6 先來講一下為什麼要做這支開箱影片 因為我想要拍的其他影片 暫時 沒辦法那麼快就拍出來 對所以 百般不情願下 就只好來開相機的開箱影片 反正應該也蠻多人想要看說 這台相機的真面目到底是怎麼樣 對 大家都知道我之前拍影片都說GoPro在拍 那為什麼我要再多買一台相機呢 因為GoPro 它其實的用途平常並不是用來拍片 它的需求來講 就是可能用在一些極限運動上 可是它比較適合就是固定在某個地方 然後去記錄每件事情 那可是在某些地方 比方說像特寫 或是說你的時候需要拉遠或拉近的話 GoPro就是完全沒辦法知道這點的 那就再加上 GoPro的畫面其實也沒有到非常棒 對 那在很多地方 尤其是像室內 燈光不足的地方 那GoPro的效果就變很差 那所以就是為什麼我會想要再買一台 那我希望 不要拍了這支影片之後 然後又有一個人靠北說 幹你好有錢喔 好不好 拜託不要再說 我很有錢了 真的 我這次也是 好 那我們來進行開箱吧 首先是保證書 保固一年 然後這就是裡面 其實我已經拆過 就是我在買的時候那個店員 就已經幫我把所有東西都check過了 所以我 我這次再把它刪進去 剛剛拿回來 首先 我這次有搭配一顆鏡頭 是15到45焦段的 對 那等一下再測試一下它的效果怎麼樣 那這一顆的話 它原價要 它原價要9000多塊 如果搭配相機一起買的話 其實只要3000多塊 那再來是 飛彈 充電 充電器 再來 傳輸線電池 最後 然後 就是這台 相機本體 M6 好 那 先大概 來看一下 有 兩個轉輪 然後快門 對 然後 轉盤 右靴 然後閃光燈在旁邊 對 快門是這樣 然後 承轉軟 然後它的螢幕是上翻時 上翻可以到 180度 有 180度 然後 下翻的話 然後 對 然後出去拍Vlog的話 應該都是會 這樣拍 好 那我們現在把電池跟鏡頭裝上去吧 好 裝好了 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其實算滿輕的 對 加上鏡頭不會很重 跟我手掌差不多大 然後整個握起來的感覺也很好 如果要自拍的話 這樣子 就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 畫面吧 好 那現在這一台是 我用 M6 拍的影片 對 差不多 這樣子 對 那其實因為我買這顆鏡頭 它沒有到非常廣角 所以其實你看 我現在的手 其實 要拉滿遠的 才可以塞下我的 塞下我的人 對 其實 真的算滿遠的喔 對 可以從GoPro這邊來看一下 對 其實現在 我這距離有點遠 就是 如果出去玩的話 這樣可能不方便 啊如果 太近你會發現我頭 這麼大顆 對 所以其實不太好 那 我之後 我之後應該會上網買 就是 指向性麥克風 對 這樣子它收音比較好 我也想聽聽看它的 它的收音是怎麼樣子 對 然後 其他操作上 我就還沒有到 特別的熟 熟悉 所以就 到時候再說 好不好 到時候再說 行 1 2 1 2 1 2 2 2 3 2 M6的開箱影片 好以上就是這次M6的開箱影片 現在用的感覺是因為我還是不太能掌握它 之後可能再多去練習或是請教別人 之後的影片也一定幾乎最主要就是用這台來拍攝 還請大家多多包涵及盡量 我會努力拍出好影片給大家看 未來的路還很長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